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融入回忆 情感 将空间设计提炼人文情感 设计师该如何将屋主丰富的生活记忆 平贴在既摩登又赴铜去的木设计中呢 外面有开放式的大书房 房间里面又有一个小书房 对 其实他希望说这个房间里面 它会有一个属于比较安静的 一个小书房的一个空间 并且其实这个空间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客房 跟他其实 他姐姐的小孩来的时候 他希望说这是一个小朋友 可以玩乐的一个小天地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一般不是听到的就是 招待家人 招待客人 怎么会特别提到的是 他跟姐姐的小孩 对 因为其实屋主是一个 非常贴心的人 所以他其实可以看到他 不管他在很多细节或者选东西 他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同心未敏的一个个性的人 是 同心未敏 有没有看到 超可爱 对 所以他会希望说 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空间 所以有朋友来的时候 他可以来在这里 他可以过夜 或者说他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电视 自己的沙发 甚至是一个家庭的空间的感觉 那平常的时候 他这个整个大拉门拉开的时候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很安静的书房的空间 跟外面的开放的大书房 它其实是有一个空间上的连贯的关系 是 而且刚才特地提到那个小朋友 在这边可以打他自己的电玩 也可以不受干扰 然后应该主人在自己这个地方 他其实如果要休闲泡个茶 自己在那边阅读一本书 也是很舒服的空间 对 平常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让他们可以在这里 就是主人可以在这里做瑜伽 或者说他是另一个他比较安静的一个空间 OK 我们看到一个小细节 不仔细看会忽略掉它 其实在开放式书房里面的天花 是一直延伸过来的 对 其实开放式书房 那整个木头的天花 我们是一直让它延伸到 这个客房的上面的这里 然后并且延伸到它整个廊道进去 是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子 木头这样比较温热 比较安静的空间的氛围的感受 它可以整个从外面一直带进来 然后到这边它变成折下来 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的一个 就是借颈跟遮挡的一个部分 是 所以它原本这个墙面 它是有一个转折点 所以这个转折点会让这两个空间 不是那么方正跟对称 我们借由这个动作 就把它这两个空间切分得非常的舒服 屋主希望主卧房设计简单 但要有别于常见的设计 设计师如何延续屋主喜欢的风格 满足它的要求呢 主卧 可是这里我们刚才看到的 近来好像回忆长廊 其实它把很多老照片 然后弄得很大 是 就让它以前那种旧的那种 它可能小时候的那种记忆 变成一个家里很漂亮的一个角落 是 所以其实可以整个家都会看到 或多或少的玩具 甚至软件都有童玩的一种感觉 对 都有屋主它的幽默感在里面 也即屋主他对于他生活的记忆 跟他生活的想法在里面 设计师在这里很贴心地 将屋主丰富的生活记忆与收藏 结合于空间中 如屋主墙上的旅行摄影 角落边的玩偶公仔收藏 甚至是唱盘中的一首曲子 都仿佛进入了回忆的光廊 主墨一进来就容易发现的就是 格萨 那这边应该是卫浴吧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说 藉由这个格萨跟一个隐形门的设计 让这个空间的视觉感觉很干净 是 你就只有一个门的感觉 虽然我们让这个 通往卫浴跟更衣室的这个路口 它被隐形在这个格萨里 所以这还有更衣室 对 好大的更衣室 更衣室 然后里面才是卫浴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一般人做法 门关起来两扇门 比较碎 其实一般人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 他们有特别去思考这个 路口这件事情的话 就常常会觉得在这个主卧室里面 会有两个门这样子 定立在这个空间 是 那个视觉上就会觉得 它其实是满纷扰的 而且它就比较难营造一个主卧 希望说给人呈现比较安静的一个氛围 这个有安静 因为其实藏于无形 对 顶多顶多你就会猜到 大概是另外一个 胃浴的一个出入口 没有想到前面有很大的更衣室 其实它延伸出来这一块 算是留白吗 对 其实我们特别在这个 过道的这个地方 我们特别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 甚至我们是不做任何的柜子 对 或者不做任何的什么一些椅子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设计 感觉一般人都会在这边做个柜体 对… 为什么没有做 大量的衣柜这样 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里面 已经留了很大的一个更衣室的空间 然后有足够的收纳 是 那我们希望说屋主一进来 他可以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留白的一个空间 可以让他在睡眠的这个 过程中的时候 他其实会感觉到更舒服 他会觉得说这个 这个空间 它其实有空的那个部分 是 其实一定会更舒服 因为他其实也一直在呼应 整个家的木设计 对 其实这整个家 我们就是希望说 它延续整个木头的一个 纹理的呈现 像它床头背后的这个木板的 这个墙面 它其实是延伸着 那个书房的天花板的 那个木质的那个颜色 跟那整个设计的表现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床头 或是甚至它地板的这个 木头的这个纹理 可以整个呈现它 木质很温润的一个设计的感受 对 那即使是一个很幽默 很有童趣的一个屋主 到了主卧 他也希望能够好好的休息 走入这个家 迎接客人的是充满现代感的玄关 摆放在客厅里的 是屋主最爱的各种木质纹理家具 搭配自然触感的木地板 营造出温暖又时髦的风格 走进客房 拿掉了墙面不仅放大了空间 延伸自客厅的木质天花 与转折的墙面设计 也给予这个空间不同于一般设计的 独特趣味 卧房则使用木格柵 隐藏另外一扇门 让整体空间更为宁静与简单 整间房子处处都充满了令人目光一亮的细节 与独特设计 屋主终于完成了拥有一个富有个性的 木质居家的梦想 我们在这整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很努力 希望说把一个木质为基底温润的空间 去搭配一些比较新潮的一些细节 去达成他这个梦想的家 所以后来屋主其实也非常的开心 他觉得他生活中很多点点滴滴的一些小的记忆 跟一些小的细节 都有在这个空间里面呈现出来 而让这个空间也成为他非常独特的一个品味豪宅 然后可是又有一种木质的温润感存在在里面 回归空间的本质作为设计的初衷 期望以穿透 流动 拉近使用者和空间的亲密关系 设计师秉持生活的印象 空间的藏家延续空间设计 融合屋主收藏的满满回忆 造就一个充满浓厚情感的木质好宅 想看更多林正伟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像这边你会看到 我们的线板做一个框室 那其实你往外面看的时候 然后它是一个会流动的一个画素 而且它会随着季节交替 对 我们其实有跟屋族开过玩笑 你大概在家里钓竿甩出去就可以钓鱼了 好